防疫車慢慢開過家禽場噴灑消毒水 全面警戒 因為短短兩天 台灣接連出現禽流感H7N9患者 以及活情感染H5N6的案例 入境類的話 一定所有的家禽都是要有健康證明書 才可以屠宰 而且我們在屠宰場有屠檢受醫師 我們已經通令他們要加強嚴格的把關 禽流感疫情拉緊報 目前感染H7N9患者位在高雄 前前後後接觸141人 追蹤後發現有兩人出現相關症狀 並有一人送檢 索性結果呈現陰性 不過是否擴大追查還在評估中 至於H5N6病毒在花蓮 總共有167人列管追蹤 不過有一名接觸到感染體的野鳥保育員 已經從花蓮回到新北 三個縣市總計309人列管 H7N9的個案 他目前還在家禽房當中 接受重症的照顧 病情目前還是嚴重 爆出感染的H7N9和H5N6 皆為禽流感病毒 雖然H5N6禽傳人的感染力比較低 但是高達7成的死亡率 讓疾管署不敢大意 他在2014年開始流行之後 也只有中國大陸有16例的人類病例 禽傳人的能力是很弱 但是因為他仍有些微的傳染的可能 而且致死率又高 所以我們還是高規格來對待 另一方面流感疫情也持續延燒 上週流感重症患者新增16例 而死亡案例也增加3例 本季分別累積298和42例 到時寒流報導 再加上元宵燈會人潮聚集 恐怕會讓疫情再創高峰 呼籲民眾外出除了做好保暖準備 所以務必再戴上口罩以防感染 記者 陳子芬 萬千華台北報導